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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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挑戰的一個活動 它有一點速度感 它會碰到很多挫折 讓你在挫折裡面一直學習一直成長 第一次失敗的地方 你就想在第二天裡面把它cover過來 第二天又學了 又想在第三天表現出來 你就會越來越想要再 improve 就這樣子就迷上 我說這個滑雪就是六字真言 就是不怕摔 摔不怕 那你就一定可以學會 一定要去滑雪場上課 因為上課其實你可以吸收到很多知識 很多東西是你絕對必須要的 我們叫做 survival skill 在山上 初學它一定會教你怎麼樣煞車 我覺得煞車是一個非常重要 在滑雪的過程裡面 你如果不會學得停 這比你滑得快還要可怕 那當然在上面會有很多 你沒有辦法預期的狀況 對 當然反應也是要快一點 各位觀眾朋友您好歡迎收看和你有約 在這美好的冬季中 觀眾朋友有沒有很羨慕那些會在雪天裡 串來串去那些滑雪人士呢 那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了兩位滑雪達人 Sarina與Alex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跟我們分享與介紹他們的滑雪經驗 Sarina、Alex您好 你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所以我知道說很多其實亞洲來的觀眾 他們從小沒有這樣的環境 可以去學習滑雪 或是有根本有這種經歷 那您當初是怎麼樣 開始進入這種滑雪這種活動呢 那時候也是一個 那時候因為我們第一次接觸滑雪 大概十年前 我們那時候還住在南加州 就是因為這邊灣區的她的姐姐 就說你們冬天做什麼好 我們就說她出來滑雪好不好 我說沒試過啊 那小孩子還小 我們就說好啊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結果沒想到一接觸 我們就好像著迷一樣 我們就愛上這個運動 第一次就愛上這樣的活動 是 是 是 對 哇 那你們那時候 開始還是在南加州那時候接觸 對 因為朋友的關係 是 那當初一開始會覺得說 愛上了是因為什麼原因愛上了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有challenge的一個活動 加上它有一點速度感 而且就是說 它會碰到很多挫折 讓你在挫折裡面一直學習 一直成長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好像蠻喜歡的 就很有挑戰性 對 很有挑戰性的 對 你好像可以 因著你第一次的經驗 第二次得到進步 那Sarina您也是同樣的原因嗎 我第一次滑雪比她早一點 但是也都是相同的情形 就是當然這個是一個有速度 人都是喜歡追求速度 那像你剛剛講 你第一次失敗的地方 你就想在第二天裡面把它cover過來 第二天又學了 又想在第三天表現出來 你就會越來越想要再improve 所以這個 就這樣子就迷上了 所以好學的人 有可能就會愛上滑雪的運動 我常常講說 這個滑雪就是六字真言 就是不怕摔 摔不怕 那你就一定可以學會 這一點可能有一點難度 大家不怕摔 因為想到這樣子 在學裡面摔一下 應該是蠻不好受的 不過我們待會兒再聊這些 那你們當初一開始學習 應該是要去跟一些教練 或是跟朋友一起學習吧 是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建議說 一定要去滑雪場上課 我相信每個滑雪場 它都有安排這個課程 給beginner來學習 而且他們的這個滑雪場 不只是上課 它的票價比較便宜 而且它那個票價裡面 還包括了初學者所需要的裝備 所以如果你什麼裝備都沒有 基本上你去那邊 你只要買了票 買了這個package 它都會準備好 所以你就不需要太擔心 Alex 我想請問你一下 因為您剛剛提出要去上課 可是一般人覺得說 天哪 我這個來滑雪是來度假的 為什麼還要去上課 那覺得說為什麼大家一定要 就說像您剛剛建議的 要有一些設備 一些可能安全的一些 這種建議什麼的 是的 因為我就像我剛才提到說 這個滑雪其實是一個有速度的運動 這個速度的另外一個相等的名詞 就是它是有風險的運動 我們上課的目的是 第一個是讓我們自己能夠 能夠更安全的享受這項活動 所以說如果說一般人沒有 還沒有接觸到滑雪這個運動 那他不曉得說 那我到底去滑雪場 我會碰到什麼樣的情況 我是不是真的需要去上課 上課這個instructor講的話 我聽得懂 聽不懂呢 其實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件事 就是你可以大可放心 因為其實這些instructor都非常非常的nice 有經驗可能 對 而且他們都是對這個活動 他們有很高的一個passion 因為他們是喜歡這個運動才會去當instructor 想去分享 對 因為據我所知 instructor他們get pay很低 真的喔 他們都是自己有那個熱忱 才會去當教練教人 真的喔 要不然話說實話 在冰天雪地在上面那麼冷 對啊 然後他又賺不了多少錢 他沒有必要 他如果沒有那個熱忱的話 他是做不了這個行業的 沒有做instructor 其實那個去上課 有時候我覺得他們很大的障礙是因為他們怕聽不懂 OK 特別是華人朋友 對 華人朋友可能有人會覺得說 好 我不知道他會講一些很特別的字眼 讓我聽不懂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 你就是跟著他做動作 那我想這樣子下來的話 應該不會有差距太大 所以上課還是很重要的 所以上課的時候其實你也在練習了嘛 對 上課的時候他就要跟著你 腳步要跟著走 所以也需要一定的體力囉 那當然 而且在這個高山上你知道這個氧氣非常的稀薄 所以相對來講說我們會覺得更覺得累 那在這樣上課的時候 你要必須要做一些你平常不會做的動作 或是用到你平常不會用那些肌肉 所以更加消耗更多體育 所以建議說說大家如果要去上課 早餐一定要吃得很飽 真的喔 一定要吃飽 我們不然會暈倒 我其實以前有聽說像去歐洲 要先開始一個月前 要開始去 因為要走路走很多嘛 不行 所以要開始就開始鍛煉 開始運動 這樣子你實際到了當地的時候 有這樣的體力 那你們建不建議說 我要開始 比如說下個月要去滑雪 我這個月就要開始鍛煉身體 要開始跑步等等呢 如果你可以的話當然是最好 但是就是我們一般都比較懶惰一點 所以說我們不太會說 特別的因為針對這個活動而在提前健身 倒是我們一般會遇到的情況就是說 我們通常都是在去滑雪的頭一天晚上 我們會不太容易入睡 因為這個高度的關係 我們在平地海拔是零 一到那個地方的話 基本上最少都在海拔六千英尺以上 OK 所以我們會在第一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會覺得不太習慣 但是第二天第三天你就習慣可以 而且你上完課之後你會很累 所以晚上你就會很容易就入眠 OK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您的建議說是不用太擔心 是 那其實我們這樣子去看到您這個 有滑雪有很多的配套好設備要預備 那您一般來講會怎麼樣計劃 你們的這種旅遊呢 像我們自己的話 我們通常在至少半年以前就開始規劃 那第一個我們必須要知道 因為我們也有孩子 我們要知道孩子學校的schedule是什麼 知道之後我們才知道說 大概什麼時候他們放winter break 那我們會在那時候安排 然後其實就是看 每一個滑雪場因為他們的這個 冬天它的票價跟它的seasonal pass 價錢不一樣 OK 那我們會稍微去shuffle around一下 看哪一些滑雪場的seasonal pass 會比較符合我們的度假的需要 從那時候開始計劃 那之後就是安排住的問題 那你可以選擇住vacation rental 或者說你可以選擇滑雪場附近的這個飯店 都行 就是看你的去的時間的長跟短的需要來決定 那這些是很彈性的 其實剛剛您提到說把全家小孩給帶去 我其實就想到說剛剛您說有一定的風險 那對於兒童來講 對於我們現在步入這種中年這個 骨頭比較硬的這些人士來說 可能是我自己啦 可能不適合 你會覺得說有些年紀太小的小孩不適合 有些到一定年級也不太適合嗎 基本上來說小孩子是越小開始 他是越容易學習跟適應 小是大概多小呢 那基本上來說 以滑雪場的instructor的要求是說 他只要能聽得懂 instructor的instruction 對 還有他不能夠包袋粉 那當然的 他就可以去上課了 OK 基本上應該都大概要四歲五歲 他沒有上去 四五歲 因為他聽得懂 他去上課 他這樣子的效果會比較好 那所以一般來講 像我們的其他朋友的小孩 像我自己的小孩第一次上課的時候 好像是六歲 六歲 就是他聽得懂 老師說這個節目 又假如跨一步 他會跟或者是能夠聽得懂 沒有問題就可以 這樣子的話 他學習起來的效果會比較快 OK 然後你剛才講說年紀大的話 對啊 我事實上在滑雪場看過七八十歲的老人家 他們也在那滑雪 可是會不會就是說 已經滑了三四十年了 那倒是有可能 就是說 當然是我們年紀越大 我們學習方面可能會比較慢一點 但是事實上 也可以慢慢去嘗試一下 因為 you never know 有的時候你試試看 也許你就在這方面有天分了 是嗎 是不是就只是 就是變成說在水學裡面走路 然後覺得說 噢 這些東西怎麼那麼重 然後會覺得這樣 老師這些技也真的是很重 真的是很重 OK 我是從來沒有滑雪過 不過就 我想這個 很多觀眾朋友跟我一樣 從小我們是在熱帶地區長大 沒有這樣的環境 那你們平常 其實加州附近有很多的滑雪區 對於我們這邊的居民來講 應該是很方便的 那你們一般會選去哪裡滑雪呢 其實像我們住在灣區的朋友們 其實是非常有福氣的 因為我們離這個Tahoe 非常有名的滑雪場是非常近 開車可能三個小時就可以到了 三個小時最多四個小時 那在Tahoe附近 總共據我所知 只有14個大大小小的滑雪場 那每個滑雪場 根據它的規模大小 它的地形不一樣 它的票價有分高有分低 那根據他們的設備 新一點舊一點 所以說你要是 你可以有各種不同的選擇 對 你可以有各種不同的選擇 所以說說 其實如果你想要投入或是參與這樣的活動的話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環境 所以你們可能是按照 是比如說是它有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難度呢 還是因為它有些地費比較 價錢比較合適一般的人呢 還是怎麼樣 你們會怎麼選呢 這個其實它的滑雪的票價 是根據它滑雪場規模的大小來定的 它像我們所知道 像我們以前剛開始在滑的時候 我們會去比較 票價比較便宜 比如說Mont Rose 或者說去Burrio 這樣的票價是比較平民化一點 那它在那個地方上課也比較便宜 那你當然是你越滑 你覺得你技術有進步 你就想要挑戰不同的地形 所以你就會去不同的滑雪場 那時候才去找一個比較 你沒滑過的 或者說你認為它比較地形 比較有挑戰的滑雪場 你去試試看 從那個慢慢一步一步的來進階 那雪基本上要有一定的厚度才可以滑嗎 不然的話是不是就一般的地嗎 那一般的話滑雪場的Seasons 這個雪季通常都從11月底 到第二年的3月或4月不等 那因為看天氣 那基本上滑雪場他們都有人造雪的設備 人造雪 對所以說如果說我們的天然雪不夠的話 他們會有人造雪來補這個不足 所以就是說他們還是會 因為一定要有相當的雪量 他們才會開放 要不然的話太危險的話 雪太飽他們也不會開放 因為這個是有安全上的考量 是 不過你們講到天氣 如果說像這些運動 可能住宿要提前好幾天 或者是說一年前都預定好的話 那麼當天你們訂的那一天又下雪 又天氣不合適的話怎麼辦呢 是的 所以就說 有碰到這樣子嗎 是 是 我當然碰到過 所以就說我們去之前 我們要做萬全的準備 比如說如果說你的車子是四輪驅動車 那倒還好一點 但是一般的我們教師都是兩個輪子驅動的 那你就必須在車上準備雪鏈 對 這個是你不管你去的時候 你看著天氣預報 它是晴天或是陰天 你最好都放在車上 因為我們講說這個天有不射風雲 你不曉得這個天氣變化很快 所以說你不要說沒有準備 所以你最好買一個適合你輪胎的雪鏈放在車上 倒是說萬一真的我們不小心 我們疏忽了這件事情 我們去到路上會有地方有管制 它會要求你下來掛雪鏈 但同時如果你真的沒有雪鏈的話 他們會有人在當場幫你裝 它也賣給你 當然就是價錢會比較高一點 對 我們也有一年遇到大風雪 對 去的時候OK 然後回來的時候大風雪 我們在路上從Reno 對 Reno回來我們會困了十個小時 十個小時啊 十個小時 那時候小孩還小 所以不知道今年會不會有這種情形 那所以說會建議大家 我們那個時候就會把去之前把這個 家裡這個 喝剩下的咖啡桶 咖啡桶喔 或者是一個桶之類的 要做一個準備放在車上 因為如果你有小小孩的話 對 因為那個時候你在風雪當中 你不可能pull over出去外面 萬一小朋友真的有很緊急要上廁所 這是一個應急的 大人都可能啊 希望是都不要用到 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話 這其實是蠻重要的 因為十個小時是很長的 是啊是啊 對 像車上也是要多準備一點零食 對 當然我們都希望 去滑雪的人都希望那年雪很大 可是去滑雪的人也怕雪很大 雪太大滑雪場會關閉 路上會不好開 可是不下雪不好玩 所以這個有時候也會有一點矛盾 有很多未知數 對 所以滑雪充滿了太多的挑戰了 喜歡挑戰的朋友就特別喜歡 對 要帶的東西也很多 對啊 所以聽起來是需要時間很充足 計劃很齊全的 是 是 Sarina 我問你 其實我覺得說像我們亞洲女性 都不喜歡做什麼冒險的 一些有危險性的活動或者運動 那你覺得說剛開始你學有沒有 就是說會感到懼怕 或者是說怎麼樣迷上這樣子的活動 害怕是一定有的 OK 但是 我只是一個原則就是 我想要全家一起參加這個滑雪活動 是想要 第一要跟孩子跟先生培養一個 同樣的一個興趣 那因為我先生跟小孩都很喜歡滑雪 所以我們就 大家也就是一起上 OK 那你問我說會不會在亞洲女性 有時候他們 對 倒是這道針 我在懷疑場常常看很多媽媽都在下面顧包包 對啊 還負責餐點 他們都沒有上去 就是去工作的 對 那其實他們是 可能這樣心理上的障礙比較大 他們可能會怕摔 對啊 怕什麼 那我們就克服了 剛才亞洲講那個 不怕摔摔不怕 那你就上去了 真的喔 那可是我覺得應該是還有一定的危險吧 多多少少都會有 但是就是你 像他剛剛講 我們剛剛講說 防護的措施你要做主 然後 然後 手套 護膝 對 都會有 那當然在上面會有很多 你沒有辦法預期的狀況 對 但是反應也是要快一點 OK 所以 就是我剛剛講的說 為什麼說我們建議說 初學者一定要上課 因為上課其實你可以吸收到很多知識 很多東西是你 你絕對必須要的 我們叫做 survival skill在山上 對 所以說上課是覺得有它的好處 對 像教練他會教你一些 像初學者 他一定會教你怎麼樣煞車 我覺得煞車是一個非常重要 在滑雪的過程裡面 你如果不會學得停 這比你滑得快還要可怕 因為你不會停你就會越來越快 你沒有辦法停非常非常危險 對 就像有人會跟你講說 可能會撞樹 是啊 可能會到坡邊的 讓你停不下來 所以一定要學會煞車 但是在學會煞車的過程裡面 你要怎麼樣讓自己煞車的時候不受傷 這都是教練會教的 對 那所以對於什麼聚高症的人 或是膝蓋曾經受傷過的人 可能什麼都不適合呢 還是要醫生回答 我會這樣講說 你可以小心一點 其實我們兩個的膝蓋都受傷 OK 但是就是說我們會 滑雪跌倒 滑雪摔的 對 但是我們會更小心 就是說更加的控制自己的速度 OK 就基本上是速度在決定說 會不會有受傷的可能性 速度 我覺得速度跟反應都會 因為有的時候你的速度快 如果你 當然有時候剛好前面有個棒 你剛好反應夠快 你閃開了就OK 但是像他剛才講那個說受傷 我覺得受傷的時候 你還有一個 當然可能救護隊會來救你 但是回去之後 你第一時間的護理很重要 對 大家不要以為摔傷扭傷要先熱敷 一定要先併敷 不是熱敷 一定要先併敷 一定要先併敷 才有辦法把你這個受傷的部位 先讓它防止它去裝起來 所以這些都要有點基本的概念 會比較保護自己 平常我看到的時候 雪地上很多人看起來很快樂啊 什麼的對不對 那一般人其實都是怎麼講 在雪裡應該有可以 除了滑雪應該有其他一些活動 可以就是說即使你不太會滑 你可以走一走應該也很不錯吧 還怎麼樣 這事實上滑雪廠 它都有一些提供其他一些 如果你不滑雪的話 有其他的活動 比如說它有那個Tubing 就是可以讓你 有那個好像是輪胎一樣的東西 讓你去從上面滑下來 或是說有些地方 或有一些頭巴根這些東西 讓一些小小孩 或是一些不太敢接觸 是滑雪的人 它可以旁邊有一些娛樂在旁邊 它不會讓你覺得很無聊 再不然的話呢 有一些地方滑雪場 它下面有很好的 這個Shopping的地方 讓這些如果不敢上去滑的那些媽媽們 它可以有地方可以逛一逛 至少還有一些其他的娛樂 不是專門要來工作 是是是 對啦不然一天時間都很長 然後9點到下午4點 那我想請問你們兩個 我知道你們兩個學過課 可是你們大概滑雪滑了多久 才會成為這種滑雪達人呢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說 我們第一次接觸滑雨是10年前 10年前 所以我們大概 我們每一年冬天都會去Tahoe 大概每一個雪季 基本上滑7天以上吧 OK 平均起來 連續7天還是7次 不是就是總共這個雪季 其實像我們說實話 我們比較起來還算是滑的時間算短的 因為我們有孩子 孩子有上課 我們不可能常常去 對 那這個 我們就像我們講 我們大概花了10年的時間 才滑到藍色黑色的 我們也不敢說我們滑得很好 那至少就是說我們可以 趕從那黑色的地方滑下去 那最主要是說 我們必須要學會 可以在不同的這個坡度的時候 怎麼樣能夠學會保護自己不受傷 那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剛剛您提到藍色黑色是什麼呢 就一般滑雪場的這個坡 它會根據坡度的不同 它會分成綠色藍色跟黑色 這三種顏色的滑雪道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是beginner的話 那你請你找綠色的滑雪道 你千萬不要去誤闖藍色或黑色的 它就是基本上有一個 有一個什麼標 反正anyway你到時候就應該知道 是因為它每個滑雪就是 好像是全世界通用的一個 顏色的標記 OK 就是綠色的話一般會用 可能是用四方形啊 或是圓形的 或是藍色 然後黑色的話就是 好像一個diamond的一個形狀 那基本上全世界通用這三個顏色 來分辨這個滑雪道的難易程度 那當然不是所有的滑雪道都是平的 那有些有些我們叫做土包在上面 那當然又是更難的一個技巧在那邊 那當你進階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去嘗試這樣的東西 但是對beginner來說 你不用擔心 你只要找綠色的 安全的回來最重要 對 就算是你不小心搭錯lip 去錯了顏色 對你還要去搭那個車子上去對吧 對你搭lip的時候 它多半下面會寫這個大概是 去到什麼地方 那你如果 一般滑雪場在你上lip的地方 它都有個地圖 你可以知道 但是假如你不小心上錯了 那你想糟糕我原來是綠色 我好像到了下一級去了 去了藍色 那不要緊張 以安全為主下來 就是反正在搭圓車下來就是了 有的地方是不可以搭回來 一定要自己滑下來 但是就以安全為原則 安全為原則 所以說如果你真的走錯了地方 那你也覺得你沒有把握可以安全下來 那我們就只有回去最古老的方法 請你把你的gear拆掉 慢慢的走下來 在雪裡面走人要走多久啊 非常的累 那下來可能要瘦好幾磅 OK 所以需要減肥的人 但是還好你是往下走 也不是往上走 如果你往上走 你可能要花十倍的力氣 真的喔 不過我覺得往下走也是有一定的難度 不小心 所以還是要註音一點 對 還是看對地方上去 對 那你們在滑雪 剛才有十年之久這段時間 應該有一些經驗分享 我就說比如說 有什麼事情 該做不該做以前 你們學習到的痛苦經驗什麼的 有沒有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先講我的好 我的比較近 我的是今年的Spring Break 春天 那我因為要帶我們教會一對弟兄姐妹去滑雪 因為他們從台灣剛來沒有去 喔 從來沒去過 對 那所以我們當然不會去太難的地方 那就在那個坡有一個角度 我可能轉身沒有轉好 雖然我滑雪比他們時間長 但是也是因為是疏忽不夠小心 OK 那我就在那個坡後就摔跤 但是我不是往下摔 我是因為是折到我的腳 所以我就導致我的左腿的十字韌帶 有一條筋是全部斷裂 那當然回來之後很快就去看醫生 然後再接下來就要很快做復健 所以像這樣子的情形就是因為 可能就是自己有疏忽 對 那這也是一個很慘痛的經驗 因為我過去我很少這樣的經驗發生 而且這個坡度並不是一個很難的坡度 所以有時候不可以太大意 你不會覺得說這個坡好像 對我來講小意思 但是其實就在那個坡的時候 你很可能就會受傷 I see 有的時候我們這種初學者 在懷惠場的時候 他最抗順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會覺得說 我不會滑 我會不會去撞到別人 對啊 不小心 我想大家對 大家都會考慮 他有時候會因為你本來是說 滑得好好的 一看到一個人從旁邊經過 你嚇一跳 對 你就摔倒了 其實我在這邊要告訴各位就是說 你是初學者的話其實你不要怕 因為散人就是 避免跟別人相撞 是比較有技術的人的工作 這是滑雪場的一個課程 就是說你從後面來的人 你必須要注意前面的人 你比較會滑的人 你必須要注意不會滑的人 對… 所以你這個避免造成衝撞 是比較會滑的人的責任 所以說你不要想說你要去散人 他會來散你 對… 所以你就專心顧好你自己 別摔倒 對… 然後你不要怕別人會撞到你 那如果說你今天真的不小心摔倒了 那你剛好在滑雪道正中間 那我會建議你說 你最好趕快移到旁邊去 因為盡量不要再擋在這個滑雪道的中間 因為那是非常危險的 對… 因為你不曉得會不會有下一個開始者 他不想撞到你啊 但是他殺不住車 對… 他就撞上你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摔倒 你就用最快的速度 爬到旁邊去 那樣也是讓你自己避免你會二度受傷 因為你很可能前面摔腳已經受過傷了 對… 其實我這樣越聽越怕 覺得說我要滑雪要… 要這個… 要掏藥包 不過沒有關係 我相信這個… 很多觀眾朋友很好奇啊 至少應該去嘗試一下嘛 是… 那對於這樣的投資來講 你們覺得說 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投資財務上的這種… 不管是這種時間啊 或各方面的… 最近這幾年喔 這個滑雪獎的票價一年比一年高 OK 然後再加上說 因為有時候前幾年 因為… 加州冬天的氣候… 比較乾燥 沒有下雪 那這些滑雪獎的虧損也很大 所以他們… 所以這兩年稍微雪多一點 他們可能… 去滑雪人多一點 他們在這兩年 把以前的虧損可能補過來了 所以其實滑雪是一個… 就我們剛才講蠻耗體力 而且你要花時間 在這個… 開銷上也算是一個… 比較… 中… 上一點的消費 對 那當然你… 一開始滑的人 你也有省錢的方法 我們不需要一開始就… 投入太多的金錢在設備上面 就像我剛才提到說 大部分的滑雪獎 他們的Beginner Package 都有包括Lift Ticket 跟他們的Equipment Rental在裡面 這樣還有上課 所以如果你不確定 你是不是會喜歡上這個運動 一開始你就去… 可以去滑雪獎就是買這種… 這樣子的Package 甚至有些滑雪獎 它有另外一種優惠 你如果上了三天課 你可以把這三天課的票 換成它的Seasonal Pass OK 那你如果在這三天 你已經學會了 你就很有興趣 你還要繼續滑 你就可以把這個票 換成它的Package 那你從第四天開始 你去滑你就不用再買票 你只需要去租你的Equipment 好 那我們現在請你們來介紹一下 眼前的這些Gear好嗎 好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前面 現在我們有一些… 因為滑雪運動分兩種 一種叫Snowball 它們叫單板 一種叫Ski 那我們最前面的這套就是Snowball的Gear 然後再上來這邊就是Ski 你可以看到這兩種… 這兩種的設備非常大的不同 那基本上來說Snowball的話呢 穿起來 因為它的花樣比較多 它的鞋子啊 它的設備 它的板子也比較輕 那它走路起來也比較靈巧一點 那Ski的話整套都非常的重 那這些都是為了要保護我們 然後再加上說其他設備 比如說我這邊有講到 有介紹這個Hellman跟Gargo 然後這些手套啊 或是說這些我們做Snowball 我們玩Snowball的活動的時候 有這個護腕 護手肘的這個地方 這裡面是一塊鐵 就是怕你的手會受傷 這些都是必須要注意到的這些安全的這些東西 還有一個東西 下雪的時候 非常重要就是這個 這什麼玩意兒 這個就是 你可以看到這個上面一個刷子 這個刷子不是給你刷衣服上面的灰塵 就是刷 如果說我們住在雪地的時候 晚上可能會下雪 那第二天早上起來之後 車子上面都是雪 你要把它清掉才能開車 對 你就把這個上面的雪刷一刷 有些比較硬的話 拿這個這樣子把它推一推 弄乾淨之後 你才開車 這樣的話比較安全 要注意把那個雨刷片要晚上要立起來 要不然會結冰 這個 是 還有一個這個Winter Boots 這個很重要 雖然這雙鞋子有點舊 這個是在你除了滑雪以外的時候 在雪地裡走的時候 一定要必備的一雙鞋子 因為保護你的腳不要被凍傷 所以千萬不要想說 我把家裡的雨鞋啊 球鞋啊 穿來 好像在說我第一次滑雪的時候 那樣的話會非常危險 就穿了一雙雨鞋去 所以這種鞋是很需要的 對 我看起來非常保暖 其實今天看到這樣的設備 真的是非常感謝你們 花那麼多精力把這些全部跟帶來 那我覺得還是觀眾朋友 可能需要在網上搜索更多的一些資訊 醫保安全 非常感謝您Alex Serena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謝謝 也希望今天觀眾朋友很多很大的收穫 好的 感謝觀眾朋友收看今天的節目 祝您有個愉快的一周 我們下周同一時間再會